分享他生命里的琐碎事 翻读与音符里构思 一起将心声说出不太义 愿你跑开脚膜一一告知 夏雨天因你变换晨天 跟你继续怀念 共度美好一天 当家私房choice 自然未在我物不用分开 幸生活里喜爱 当家私房choice 愿你共带我心灌之爱 珍惜生命里的每一天因你参 又到星期六了 逢星期六都会有当家私房choice 今个星期的当家非常之厉害 因为她是一位年轻老板 她的生意比较特别 因为她是密室途出 我们欢迎Eugine 你好 你好 Eugine 你这个概念非常新穎 因为你把手机上的游戏 搬到真实的密室途出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概念 会做这个生意 因为当时是想创建一个新派的娱乐 因为在香港我们的发源地 香港年轻人多数都是唱卡片 吃饭 看电影 是 来来去去都是这几种娱乐 就是很闷 因为你也很年轻 也很年轻 二十多岁 就会觉得我都觉得很闷 要找新东西玩一下 永远的选择是ABC 但没有D 就想尝试去创建一个D选择 但你们是不是第一间做这件事呢 我们不是的 同期的 有另外一间都有做 我知道一起同步做 差不多 但你们现在也算是最大的 也可以这么说 你现在选择了第一首歌 就是青春仲许廷亨 为什么呢 首先 第一 许廷亨是我的朋友 一定是Dairy Promoter 因为我知道你和许廷亨是中学同学 而他曾经帮你在澳门物室逃出的地方 帮忙开窗展彩 是 做开幕嘉宾 我又有幸 那天刚巧有空 被Eugène邀请和许廷亨一起玩密室逃出 是的 你和他这么朋友 今次的公開 有没有帮助你很多呢 他当时帮我们做到一个商品建设计 其实挺好的 而且他的粉丝始终的零年层 都是比较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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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目标大概是多少岁呢 通常会觉得是15至24岁 15至24 很年轻 很年轻 但其实逐渐过之后 做多一些team building活动 就是团体包场 给公司做一些大家的gathering 又邀请了一些personal trainer 去训练他 就变了很多大合作 做这些活动 变了年龄层开始大了 即开始变了商业化 是的 但我想问一下 密室逃出 密室有很多种 你怎样去设计这个密室呢 又要令到它难玩 但又要令到难玩之处 又要容易被人破掉 否则就很无忍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本身去做密室 想起这些游戏 其实跟外面或世界各地其他公司都不同 他们就是去想一条道路 再想一个答案 但我们就先想一个答案 再想一个道路 令他更加寂寞 是 这个首先我们做游戏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在机关上 我们也是找一些世界各地都未见过 会比较天马虹 例如呢 譬如太空仓 那算不算呢 太空仓可以说是一个场景 但譬如说 你有没有听过 針碎都可以开锁呢 針碎是什么意思 針水 針水 針到多满就等于开到水 可以开到鎖 开到鎖 开到某一样机关 开到门 或者有些东西倒下来 那会更創意 比较想奇形怪状 但是你有份设计 我少点参与 另外的同事就帮忙设计 是我的伙伴 大家一起玩完 或者叫朋友过来试玩 问问题在哪里 可能这个不行 很难 吸收意见 然后再改进 鎖是否要常常要换 其实我们都没有用 那些三位四字密码鎖 没有用那些密码鎖 即是一些新穎的 新穎的鎖 好 我们稍后再谈 现在我们听一下 Eugine的选择 青春众许廷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 软弱切记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 更要卖力望明 还未要负责之制 切记进行 谁亦会随年变老 放动得童年多好 想不到来年变老 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 爱疤真毫无空手 快逝穿沿途的枯燥 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 带好精神要尽好 记住要共最美的人份 向每个夜晚 别忘表远时靠坚持 以好每个相怀 何时有力听起空堂 即管好好作反 无据如水占十两眼 我用天上来圈高 一阶的人言吐吐 不需坐下来计数 前行吧 你想做全已做 如没有无穷起诉 也可跟生命都一铺 这段少年时间 有谁无悔 带好精神要消耗 记住要共最美的人份 向每个夜晚 别忘遥远时靠坚持 以好每个相怀 记住趁上有些不前 签多一些帐篮 如若你还逃起 你还强撞 将不出走便接返 我许定立时走 如风一般往返 人未老还未晚 还未到尽头 记住来放心放胆 若生命是无限 何必自定解下 带好青春就要多贪 记住要共最美的人份 在每个夜晚 别忘掉 愿思靠坚持 以好每个相怀 记住趁上有些不前 签多一些相反 如若你还逃起 你还强撞 进过七袖 别折返 记住每日尽喜 欢腾通宵 直到哆哆 别忘了 愿思意单身 在失败多灾难 何时有力停起 空膛 即管好好作反 无据月 沙月 沾湿了眼 在最后 不愿意 你会让我恋爱 听到我 我不愿意 吴风 吴风 刚刚听完Eugene的中学同学 Alfred 麦后也说了 原来Alfred 现在是有情假的帮他们 所以很高興 你現在第二首歌選擇了愛最大謝亭鋒的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愛最大這首歌 其實也很講述到現在我的觀點 如何看待香港現今的社會狀況 例如呢 例如一個佔中 這些敏感的話題 當然不可以在這裡說 但他本身的歌詞寫了例如 香港人如何在生活中弱肉強食 如何去理真我鬥 如何去上位 也有講過這些情況出來 你覺得很適合你做生意的 弱肉強食的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麼年輕 算不算第一次做生意 第一次做生意 因為你之前都是打工 畢業之後 然後就開始做老闆 但我剛才也問過你 你是不是沒有做其他兼職 當時就直接做全職投入這個老闆 密室途出的老闆 是 全職投入這個事業 奉獻給他 但因為很奇怪 因為你不知道成不成功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而且你不知道它流行多久 好像卡拉OK 流行的時候很流行 不流行的時候就突然整理了 但你這麼肯去投入這件事 真的很值得尊敬 多謝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決定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自己個人來說 如果你不肯完全投入去做一件事 一定不行 或者你過了五六年之後 你想起這件事 如果真的失敗了 你肯定會後悔 如果當你不努力去做這件事 覺得可能我現在是在做密室途出這個行業 我外面再多做一份工作 叫做一份穩定的收入 可能你下午的時間 這樣就沒有了一個客人 過了五六年之後 你就覺得 就是因為這個下午時間 我就沒有了這個機會 去發展得更加好 然後就會後悔 然後就會埋怨 或者埋怨是 可能那天女朋友逼你陪她吃飯 你就會埋怨她 你想當年就是因為你 我沒有了一宗生意 是不是這個意思 大概可以這樣想 那女生這樣很慘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好像剛剛在 除了香港之外 在其他地方都開了分店 在哪裡 在新加坡、多仁多和滿地河 滿地河 這些全部都是大城市 也是 會比較適合他們去玩 是不是因為他們比較新潮 因為始終是外國人 始終密室逃脫 在另一個國家一定是新潮 在乎適不適合那裡的人去玩 什麼位置適不適合 至少一定有華人 華人 如果沒有華人 因為華人基本上 好奇心是最強的 西人不懂得玩嗎 西人基本上 如果他見到一樣東西 例如去一間餐廳 他要看完食品 知道裡面餐料有什麼 他才會去吃 這個就是以前在加拿大生活 他見到他們的習慣 但香港人可能比較神秘 他願意去探險 華人來說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你了解到 原來中國人和外國人 有這樣的分別 是的 現在我們一起聽聽 愛追大 謝亭峰 為何可以把世偉大 我要去富艾 人類把著地球太自大 每人盡情破壞 為何可以把世偉大 我要去表態 怎麼會令未來更負壞 企硬立場 愛最大 你有沒有關心 這個世界現在發生的事 你有沒有擔心 這個未來 又會不會去證實 究竟什麼時候開始 人們變得冷漠自私 只是知道 怎樣追求令你熱點 簡簡單單 這個世界一步一步被破壞 科技將地獄拉近人的鑑膜 擴大災感 捕殺下去很多動物 已經沒有殺人類的貪婪 繼續破壞大自然生態戰爭 種族衝突膚蝕暴力仇恨 飢荒天災地震 依然在不願發生 人類再是敢地 及不歡迎我們 再起立一道殺根 只有用愛換愛 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再去合力創造 我們未來 總可見 世界美好的一面 停止所有戰爭用愛奉獻 為何可以把世偉大 我要去富艾 人類把著地球太自大 每日盡情崩壞 為何可以把世偉大 我要去表態 怎麽會令未來更腐敗 幾硬立場愛最佳 大路巷窗 一面屬於自己的地方 建設烏托邦 人人都生活得好健康 將自身天堂 一個世界永無恐慌 再無種族鬥爭 你再無饑荒 人人都主動互相幫忙 坐下有敬有講 每日都見到陽光堅 你晴朗我晴朗 未來充滿希望 你我快手開創 自由國度裏面 聲音更加大明大方 請記住 同一個世界擁有 同一個夢想像 同一片天空吹著同一樣的涼風 追雨打 被怕 就算有太多變化 硬仗一起打高難 我們一起跨過去 放下爭拗 我必要再去比較 我只想和你們一齊 向著目標不停感受 終點在前面 夢想亦即將實現我體見 烏托當機 還沾呈現眼前 為何可以白身偉大 我要去呼喊 人類花上地球太自大 每日進情破壞 為何可以白身偉大 我要去表態 沉默會令未來夠腐壞 極硬落場愛最大 想去喊就起世喊 想去喊就起世喊 我們陣容最好大 想去喊就起世喊 想去喊就起世喊 我們熱情更勝敗 愛造後台我大殺 為何可以白身偉大 我要去呼喊 人類花上地球太自大 每日進情破壞 為何可以白身偉大 我要去呼喊 沉默會令未來夠腐壞 極硬落場愛最大 為何可以白身偉大 我要去呼喊 人類花上地球太自大 每日進情破壞 為何可以白身偉大 我要去表態 沉默會令未來夠腐壞 極硬落場愛最大 從遠都是如今 而香港的其他人 為何我願意地歷述 淡得非常滅 情緒 相當尋深 情編 你選擇了《無盡 supper moment》,為甚麼呢? 《無盡》?因為《無盡》這首歌是說你的夢想 你覺得大,你會達到更多的 你的夢想如果你是去剪牛雜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做到其他哪一件事 即是剪不到魚蛋 所以你的夢想要放到無限那麼大 你的意思是說我要有夢想才會成功 我沒有夢想我只顧剪牛雜 就永遠只可以剪牛雜 起碼你去想,想完才會再身體力強去做 但你剛才剛才所說,已經全程投入去做這個生意 雖然你成功了,開了另一間 開了在多倫多、新加坡滿地可等等的地方 但其實你曾經在澳門開過,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跟許廷鏗去玩的密室逃脫 他就是在澳門開的 但為何開了多久? 那時候計算了九個月 九個月? 九個月而已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當然成功,我們很開心 但為何會失敗呢? 那時候可以說是一個投資失利 始終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小火紙 即是算是算不成功,還是怎樣呢? 可以說是看錯了位置和市場 是不是因為你不熟澳門呢? 因為你始終是香港人 其實我都是半個澳門人 半個澳門人 但你不是經常過澳門 你只是澳門身份證 是吧? 是的 那是兩樣東西 基本上看錯了市場 因為本身計算過年青人市場 基本上是行消費的 亦都問過一些親戚去的 但是那邊的年青人可能 對於一樣不肯定的娛樂 他就未必肯花錢去消費 即是像我的親戚說過 或者是去一個普登戲院 還是去Galaxy 他的銀行那裡看戲 他都會選酒店去看戲 是,酒店比較乾淨一些 還有有3D 是的,他們都會選擇一些高質素的東西 因為我們始終一樣是新的東西 可能他們都要時間慢慢去接受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澳門人接受不到新事物 沒有香港人能夠接受到 是的,好奇心沒有那麼強 哦,那就保守一點 是的 所以你們始終都是新的東西 是的 你覺得免得再虧下去 結束了這個生意 然後他們反而去多倫多他們那裡開 但是為什麼會去多倫多 或者滿什麼 滿地河 滿地河是哪裏?我聽都沒聽過 滿地河其實是加拿大第三大城市 哦,是嗎 其實那邊就多 其實是小亞洲人的那邊 是 但是有少少華人 還有多那些說法文的人 是 也是和多倫多是五六個小時車程 首先為什麼選擇多倫多 就是因為我以前在那裡生活 嗯,即是地頭蟲 都叫做住過九至十年 嗯 都熟悉當地的文化 是的,然後到滿地河 其實就是想做一個連鎖效應 嗯,所以選擇了 都是加拿大的地方 是的 為什麼又不選擇美國 你都說美國人喜歡新事物 就是可能他也接受到新事物 美國其實有考慮過 但是其實要在海外做一個分店是非常難的 因為考慮到當地其實 其實他跟香港的政府條例有很多不同 他搞一間店 例如我要隔一間牆 我的CM不可以高過多少 低過多少 我要隔三至四次 等消防官檢查完 然後才可以繼續開工 即是嚴謹些 很嚴謹的 其實香港已經算是挺寬鬆的 是的,所以你就覺得 其實在外地開都不簡單 你當然要認識很多人 有認識很多政府 也要計算數 如何推廣 那邊有沒有親戚或朋友幫你 那邊也會有那邊的投資者 也有的 有當地的地頭蟲幫你 是的,因為不能飛到這麼多 好,我們現在就聽聽Eugène的選擇 《無障Suppermoment》 夢想與漆黑淚仍然哼唱 仍然大聲高唱 仍然期待世界級我鼓掌是妄想 趁現在追趕實散方向 曾懷著心底的信仰 千次萬次跌上 開始不敢回頭沉溺那真相 明日那個幻想 也開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 踏上這無盡旅途 蓋飄散燒散 失散花火 重燃起 重燃點起鼓舞 或許到最後沒有完美居號 仍然困強冒險 日日去征逃 踏上這無盡旅途 誰有能鑑定你的醜 惡與美好 低與高 未對抹走那此生瓜苦的拳告 人生夢一場革命至創愛路 妙 Famil為人 Aí 夢想趁在別人期待那張相 最後連自己都相信 勇氣不在熱なん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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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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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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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